当地时间10月6日 菲律宾前参议员邦伊里南在社交媒体上感叹 该国物价水平与泰英两国相比太高 邦伊里南表示 泰国的大蒜仅为50泰猪每公斤 约合85非币 洋葱为35泰猪每公斤 约合60非币 而菲律宾却分别是200非币和400非币每公斤 泰国的鸡肉为75泰猪每公斤 约合127非币 虾为160泰猪每公斤 约合270非币 猪肉为150泰猪每公斤 约合260非币 而菲律宾分别为190非币 420非币和300至370非币每公斤 另一名网友也晒出菲律宾和英国的生活费用对比 在平均工资方面 菲律宾约为4.8万非币 而英国为2100英镑 约合14万非币 约为三倍差距 而在农产品方面 菲律宾的物价有时是英国的两倍 邦伊里南强调 若拥有与曼谷的相同物价 我们菲律宾同胞的工资 可以买到很多好吃的鸡肉 猪肉或鱼肉 对比政府在农业部门的预算 泰国是菲律宾的两倍 越南是三倍 他们拥有更便宜的食物 更少人会挨饿 越南和泰国很久以前就超幼度 由于我们的农业无力可图 很多土地都被规划成为住宅区 我们的农产品都是进口的 政府没有对气候变化进行研究 也没有创新意识 政府里面的人没有想象力 他说 我去过泰国很多次 他们的必需品比我们便宜很多 他们的经济表现比我们好 虽然我们也不甘落后 但真的还是有差异 如果我们国家大部分预算 因腐败而流失 我们将如何解决贫困和饥饿问题 政府中的大规模贪污腐败 正在饿死菲律宾人